我手上的就是百威的新品固彩硬盘 NV712 提到百威这个牌子 大家可能不是很眼熟 但百威其实是存储业内很有名的一个上市公司 大家这几年用到的惠普和红旗的固彩硬盘 基本都是百威代工代运营的 而我们今天这款产品 百威NV712 PCIe 4.0 SSD 更是和长江存储的Ti600师出同盟 号称可以跑满PCIe 4.0x4的满速率 而且发热也很低 适合给笔记本扩容 那么这款国产方案的固彩体验究竟如何呢 这期视频给你答案 我们先来看看包装 整体采用了一个黑金配色的拨点设计 还是蛮酷的 硬盘本体就是标准的2280固彩硬盘 但一大亮点就是包装内负责的螺丝 和一把做工不错的双头螺丝刀 这样在拆装固彩的时候也会更方便 而且拿来拆笔记本上的螺丝也刚刚好 我们可以看到固彩背面这边是没有颗粒的 所以说这是一个单面颗粒的方案 笔记本的台式机和PS5都是可以用的 它的这个完整的PN码是 BMV720002TB-RGX 从这个7200就可以看出 这确实是PCIe 4.0的满速固态 我手上的这个是2TB版本 除此以外还有500G 1T和4T可以选 但我更推荐大家选择2T和4T的大容量版本 具体为什么我后面会加 接下来我们撕开贴纸看看它的用料 主控就是经典的联云1602A 这是一颗PCIe 4.0x4的满速主控 主要用于无缓方案 而颗粒是4颗没有LOGO的500几颗粒 上面只有一串编号 官方表示这是百为自封的长江存储QLC颗粒 其实本质上就和Ti600是同方案的长江存储产品 但相应的价格会更低一点 我知道大家对于QLC是非常敏感的 那我们接下来就用实测数据来看看 现在的国产QLC固态究竟能不能用 好不好用 实测空盘装满下运行Crystal Disk Mark 这个成绩却是挺出乎我意料的 不仅达到了官方宣称的最高速度 进去200Mbps 甚至还反向虚标了 达到了7300Mbps 的确是一个PCIe 4.0的满速水平 这个和我印象里国外的QLC产品还是不太一样的 此外我还测试了半盘和满盘情况下的CDM成绩 表现也都是差不多的 之所以会这样全程保持满速 就是因为它采用了全盘模拟SLC的策略 再加上2TB的超大容量 所以它的高速模拟缓存是非常大的 但我知道大家肯定最担心的是 如果模拟SLC缓存用尽了 那么QLC不就原型毕录了吗 所以我这边也帮大家做了 URW TES的测试 我实测下来连续写入470G 基本全程保持了3000多Mbps的高速写入 而在连续写入超过480G以后 它的速度就降到了QLC的真实水平 只有100多Mbps了 但在我们日常生活中 其实也很少会遇到 需要连续写入超过400G的文件吧 即便是经过了大量的写入以后 只要让它休息个几分钟 完成缓存的回收 那么速度也是可以恢复的 所以我觉得如果你平时的工作 需要大量拷贝非常大的文件的话 比方说你是做专业剪辑的 那么这款硬牌确实不适合你 你可以看一下百威的NV7400 但对于绝大多数的普通用户来说 日常的工作 娱乐和游戏都是够用的 我这里也测试了一下3DMark的 存储基准测试 成绩达到了3083分 这个加彩速度和延迟表现也是OK的 还有一点就是我在测试中发现的意外收获吧 这是百威NV7400作为PCIe 420的SSD 发热确实是比较低的 我在视过26度的无分环境下 用它连续高长度写入一个小时 结果软件显示它的主控只有最高47度 我用测温枪测了一下 它表面温度最高也只有56度 这还是我没有加散热片的情况 所以我觉得它是挺适合笔记本这种 散热压力比较大的环境下使用的 现在的新款笔记本基本上都提供了PCIe 4.0x4的接口 那么用这个牌就是可以跑满速度了 总而来说 百威NV7200是一款纯国产方案的固态 这个方案其实业内已经有不少品牌的产品在用了 性能表现上相信大家也看到了 是能够跑到满速度PCIe 4.0x4的带宽 此外还有低功耗和单面颗粒的特性 如果大家想要入手的话 我比较推荐了2T和4T版本 因为这样的话 它的模拟LC缓存会足够大 日常更不容易出缓 能够保证大部分情况下 都是满速度PCIe 4.0的体验 OK 那我们这期视频就到这里了 希望能在下期视频里与你相遇哦 拜拜